同一也是最新消息 还有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他在任职桃园市长的期间 涉嫌收贿遭积压47天之后 桃园地检署贞结起诉 并渐行法院从众求刑12年 检方调查之后发现 郑文灿在他官邸收贿 业者带来的黑色手提代理是装有500万元的现金 不但比出了五的手势 还说东西放在桌角 郑文灿用台语说知道知道 而且在官邸的案柜又在搜出了 678万来源不明的现金 检方的起诉书有多达10万字 痛批郑文灿将国家土地开发 坐享为私人金库恶性慎重 在晚间民进党联正会也开会讨论 虽然目前郑文灿是停权三年 但未来一审有对的时候会讨论是否除名 或者是停权延长实现 请坐有信息吗 这班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设谈案陶渊地院召开揭押庭 主任检察官还有承办检察官前往应战 郑文灿被控在担任陶渊市长任内 收费500万陶渊地检署 贞结起诉建勤法院求处重刑12年 而整个收费过程 检察官发现郑文灿当市长时 廖新业者为了要顺利变更农业土地 借此牟利高达24亿找到他帮忙 106年8月廖新父子二度找郑文灿密会 甚至明确表示如果事成绝对不会失礼 9月7号市府召开相关会议 料性业者竟然也来参与 不过就在郑文灿迟到半小时进来开会后 马上就指示 要向行政院争取国家重大建设计划 并以自办市地重划办理 有人提出质疑 不过郑文灿坚持帮业者通关 过明几天业者把500万汇款装进黑色提袋 拿到市长官邸并比出五的手势 还说东西放在桌角 郑文灿也用台语回 栽栽栽 没想到一年后出事了 郑文灿发现业者遭监听调查 赶紧又把钱退回去 还抢料性业者的儿子说 你爸爸嘴巴很大 调查时郑文灿对于说会矢口否认 但检方打脸 钱本来是用纸钞带绑着 退回去却变用橡皮筋捆着 捅皮郑文灿根本把国家土地开发 全民利益作赏为私人金库 而且毫无悔意 我们认为他死口否认相关的一个犯行 我们向法院请求 从众量刑 希望能够量除有期徒刑12年 检察官还在郑文灿家中 案柜里搜到678万5000元的现金 而且放在两个保冷代理所着 这一大笔钱从哪来不得而知 还要另案追查 而民进党连政会周二晚间也开会讨论 接下来郑文灿该如何处置 一审判决有罪的时候 那必须要再重新看说 到底是要出名还是停权 他已经在停权的时间内 所以不会再做另外的处分 全案一审到桃源地院 郑文灿是否能凭交保 从获自由各界持续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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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